好我們來看終於等到了小米的車 現在要正式的登場了 而且價錢都出來了 小米這輛車可以說是現在是較好 但有沒有叫做我們要觀察一下 但是它的價格又是一向是小米 它所謂的價格圖夫 就是它的性價比非常高 好我們來看它這輛車 直接致敬Tesla的Model 3 然後它的價格呢 你看標準版的售價 新台幣95萬 Tesla的Model 3要賣多少錢 108萬 我就是比你少13萬 這個差距很大 然後你說你賣這樣的價錢會賺錢嗎 你看雷軍怎麼說的 人家大老闆沒有差那個錢 有錢人想的跟你不一樣 他說我要搶市場 反正我是虧錢賣 我就多虧一點 所以讓消費者開心一點 小米的車 這一輛SU7到底評價如何 施東哥 對沒錯 事實上昨天晚上的時候 這個很多中國的民眾 或是台灣有非常多的車迷來說 都在看這場直播 那小米的展示他的新的車子 是SU7的這台車子 那是為什麼 那直播的時候 最多曾經有三千七百萬人在看 三千七百萬人 比台灣人還多 對然後你看在當時的時候 大家有拍到 魏小禮的老闆都去了 那包括說像長城的老闆 北汽老闆都去了 所以顯然是 全中國的這個車企 也都在觀察這台車 是 那原本一開始 那你知道網路上還沒在直播的時候 你在刷什麼嗎 刷價格 因為你好稱是這個性價比很高 大家都原本希望說 他能夠訂在二十萬人民幣以下 就十九點九萬 就一隊員打十九點九萬 結果他公佈出來是 二十一點五九萬的時候 其實大家有一點點失望 真的假的 這麼便宜還失望 對 但是因為 因為他要跟這個 因為我就講 大家都說希望是十九點九萬 二十萬人民幣 但是是這樣 但是還是滿便宜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一款車來說 如果用這個二十一點五九萬來說 大概是九十五萬 你剛才提到 他硬扛Model 3 Model 3大概一百零八萬左右 所以他比他便宜 然後他的 你看他公佈的數據 續航力有七百公里 然後從十五分鐘來說 可以開三百五十公里 那當然他不是只有標準版 他有長續的這個版本 對 續航力來說有八百三十公里 然後售價是二十四點五九萬 大概折合這個新台幣是一百零八 就跟Model 3差不多 Model 3差不多 然後還有一個MAX版 MAX版的話 航程是八百公里 然後售價是二十九點九萬 這個大概是新台幣一百三十二萬 那這個MAX版比較特別是說 他續航力當然都差不多 但他在裡面來說 他把他引擎的馬力加大 所以把他的這個 所謂馬達的馬力加大 所以他的零百加速是兩秒鐘 兩秒鐘是什麼意思呢 我跟這個保時捷一樣快 所以其實他雖然他價格很低 你看他有什麼 他的畫素是 你看我對標這個Model 3 然後其他我的快速的時候 我可以對標保時捷 所以等於他把這個調子拉得是滿高的 對 那當然這個雷軍人家就問他說 那你為什麼要坐這個車子 因為他就說 其實他過去一段時間 這三年裡面來說 坐車實在太困難了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已經投了一百億人民幣 那未來對未來還要再燒一百億人民幣 但是你問他說會不會賺錢 他說其實恐怕很困難 因為為什麼連蘋果都賠錢 對不對 他都放棄了一個狀況 好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降低成本 他說他目前在北京蓋了這個工廠 那這個工廠裡面 他是盡量把它無人化 那無人化的過程裡面 他說他在工廠裡面有七百個工作的機器人 同時在那邊 包括像組裝 噴漆 這樣一個動作 然後他就說他七十八秒 七十六秒到七十八秒 就可以生產好一台的這個小米的這個汽車 當然你還要做後續的驗證 只是說他把它弄了這個 七十六秒到七十八秒 可以做好一台車 他做那麼多 他賣掉嗎 對 然後這個賣掉不知道 但是他說因為他有一個重點是 他要加裝所謂充電裝 充電站 所以他說他也要做這個充電站的投資 所以他未來幾年投資是非常大 然後他目標是在未來十五到二十年 成為全球的前五大車廠 有沒有辦法達成 當然我們看雷軍的能力 但是他那個車到底大家評價好不好 網友怎麼說 目前評價還不錯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就說 他都是連雷軍這個性價比 都說我是虧錢在賣 而且你看那個價格來說 其實也不算不算貴 但是至少是交了第一批車之後 大家才有感覺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他還說魏小禮這幾個人 都對我有非常大的幫助 很多魏小禮的員工就說 我們的老闆對你有幫助 你來打我們 所以這個其實蠻有意思的一些 這個幕後的花絮 那好 但是對他有沒有威脅 對他的營運有沒有威脅 當然有 現在主要原因是美國 因為美國現在準備要 對中國的電動車要提這個 這個所謂懲罰性關稅 從25%要提到125% 125% 對 那同時間還要再額外徵收 2萬美金的這個關稅 但等於是 你不可能賣到中國去了 不可能賣到美國 他賣到美國去了 對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事實上 中國電動車最近 真的是席捲全球 你看去年最暢銷的20款 裡面來說的話 中國佔了16款 然後其他是特斯拉 跟福斯的這個 ID系列的產品 所以你看16比4 這很懸殊 而且2023年的時候 他的試占率在電動車 已經高達40% 全球 而且因為他電動車出貨非常好 你看這幾年 他的整個出貨 所謂出口量 已經是全世界第一 他贏過日本 車子的出口量 他2023年出口200萬輛 然後2022年332萬輛 然後到2023年 已經來到491萬輛 畢竟500萬輛 所以這個對他很重要嘛 所以習近平一直在說什麼 薪質生產力 這個當然會繼續給他扶持 只是說扶持下去之後 你還能夠燒多少錢 這是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我們昨天在市場 昨天在節目上講到的 現在電動車的市場 有一點點好像緊繃 因為下個禮拜特斯 他也要公布他第一季的交車 我們來看看他第一季 交車量到底怎麼樣 這也可以判斷出 未來電動車整個的狀況 那尤其是 現在大家可能比較傾向去買 包括說油電混合車 或是說現在這個TOYOTA 在強推的所謂輕能車等等 這些後續 甚至還有所謂的固態電池的 這個車子 都在後面等著 所以對於雷軍 或是對整個中國的電動車來說的話 他們現在也只能夠 這個算是怎樣 頭都洗下去 只能往前衝了 那往前衝之後 還是有非常多的難處 在前面等著他們 當然就目前之後 我們就看雷軍的這個SU-71 交車之後 大家網民對他的反應到底是怎麼樣 對這個他現在來 這個公布了他這輛車 其實你真的很難判斷說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機點 你以這個數據來講 中國在全球市場攻城略地 但是現在已經開始變流血戰了 你的車在這個時候端出來 這真的要經過市場檢驗了